关注我们 at 美国简报 在今天的华尔街论坛中啊 也是给我们打赏一部分 有你们的支持 我们就更有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其实啊就在今天上午 那么这个贺锦丽是正式的 也不能说正式吧 就是说经过多家西方权威媒体的一个报道 更加佐证了贺锦丽已经选择了他的竞选搭档 那这个人啊不是我们之前讨论的 宾州的夏皮罗也不是亚利桑那州的凯利 而是一个颇为让大家出乎意料 尤其是让这个共和党这边比较感到意外的人选呢 他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沃尔兹 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 那么我第一道第一个留意的是 挺有意思的一个评论 这个这些评论啊 可能是来自于明尼苏达州州民的评论 他们在讨论啊 在之前啊讨论乌尔兹是否可能会被 贺锦丽挑选为竞选搭档的时候 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你们这个白宫不要拿走我们的州长 因为我们更需要他 这个评论是比较有意思的 那么啊 作为一个比较意外的人选啊 那么 他意外在哪里 第一个他是他之前呢 并没有出现在一个贺锦丽这个 啊竞选搭档候选人前两位甚至是前三位的这样的一个排列状 他可能会被认为是啊第4第4人选或者是第5人选 但是啊综合现在的报道呢 啊贺锦丽确实是选择了他啊一句话总结这位这个呃这个 这个Tim沃尔兹啊他是一个出身自中美国中西部 但是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洪博大叔 那么不少人认为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人选 那么他的身上的标签啊包括退伍军人教师猎人在明尼苏达州啊也是获得一个不错的支持率 那么呃在我简单梳理了一下这个沃尔兹的简历之后啊 那么我发现他的这个简历或者是说贺锦丽选择他很可能就是特意是针对啊这个呃 呃这边共和党这边的这个川普所选择的竞选搭档JD万斯 那一方面啊这个沃尔兹被认为是比较温和的一个呃怎么说呢一个民主党人 那么他在过去的从政经历中啊也是有个有着不错的历史呢 并且身上也是有着一个啊军人的标签也是去做过教师 那更有意思的是在这里啊这个你看上去的这位出身自中西部的洪博温和大叔呢 还中和中国也有着一段联系 他在呃这个八九十年代曾经是呃作为一个哈佛的项目去往中国教书啊 恰逢就是在一九八九十一九九零年 他呢是当时在广中国广东佛山的一个高中教授英语啊 也是获得了学生们的绰号呢可能也是和学生们打成一片了 那么之前的报道有显示出啊当时蒂姆沃尔兹在这个佛山市的第一中学任教 那么当时的学生给他的绰号包括大鼻子包括养鬼子 当然了这些绰号在蒂姆沃尔兹看来并不是有恶意的 那么蒂姆沃尔兹和中国的这个结缘或者是和中国的交集呢 并不止步于短短一年的这个教书 在回到美国之后啊当时的沃尔兹和他的妻子还成立了一个教育旅行探险公司 为当时的美国高中生安排暑期中国旅行 那么当时的这个沃尔兹和他的妻子结婚之后 甚至是把他们的蜜月之目的地都选在了中国 他们的蜜月当时是带着六十个孩子去中国旅行的 确实是一个比较让人暖心的这个温和老师 而从2003年起啊他们几乎每年夏天都会去中国旅行 这个呢也是沃尔兹和中国的一部分的联系 而在回到美国之后呢沃尔兹还成为过 除了做过教师沃尔兹还做过美式足球教练等等等等 那么再回到各大媒体对沃尔兹成为贺锦丽竞选搭档的一个综合报道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沃尔兹是前教育工作者 现在也正在担任迷尼苏达州的州长也领导民 在他同时也是这个民主党州长协会这个DGA的主席 他也曾在国会服务过12年代表的是一个保守倾向的农村选区 而在被选为竞选搭档前呢沃尔兹一直是拜登的坚定支持者 并且在拜登做出退选决定之后迅速对贺锦丽表达了支持 沃尔兹的选择也强调了这个贺锦丽竞选团队中对中西部这个蓝强州 也就是说中西部比较摇摆的州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沃尔兹也以他直言不讳的风格和对川普及其支持者的尖锐批评而著称 在前段时间沃尔兹的好几场公开演说中也是有这样的惊人的言论 比如说在未来的100天你能以什么样的方式震惊整个世界等等 那么也是为整个民主党进行打气 那么作为他的一个施政的政见等等也好 比如说他是一个在综合枪支管控或者是说人权堕胎等等 他综合来看的都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民主党的人士 没有什么激进的立场 也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他个人的一个倾向 那么在无论是在民主党这边甚至是在共和党这边 对沃尔兹的一个执政的评价都是有着一个不错的一个评价 就是说他本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糟糕的一个执政的历史 但是呢在沃尔兹成为贺锦丽竞选搭档的这个消息传开之后 有人就担心了 那很可能啊共和党会立刻选择一些攻击的策略 那么这里的策略我看到的有人的评价就是会把2019年 还是这个2020年这个发生在明尼苏达州的弗洛伊德事件拿出来 以此来攻击啊这个蒂姆沃尔兹啊这个呢也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蒂姆沃尔兹成为贺锦丽竞选搭档之后 各方的评价以及这个蒂姆沃尔兹和中国的一些缘分 那么和平先生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嗯这个我们先讲这个四位这个副总统好选人啊 怎么一个淘汰的一个过程 你就可以发现 在美国进行这个 啊 副总统的候选啊 这种人的确定呢是非常的一个艰辛 这个和当时候的川普 这个前总统的这个选择的 这个候选人呢有了一个很大的不同 当时候川普 前总统呢他已经认为他是这个 有就是说相当或者是绝对的把握他认为 所以他选择的一个候选人更多是向他 而且呢变成他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继承人 这样的话呢他们的复补心就比较的弱 那么这个是回过来看川普选这个 副总统答选人的一个问题吧 那么现在后来是这个贺锦丽来选择这个候选人 那么从排列序列来看呢 最开始是Peter Peter呢是交通部长 他对这个班农总统的这个基础建设 对全国现在很多很高病的美国的一些交通问题 可以说是这些年是他专门领导的一个领域 个性也是相当的温和 也有很光鲜的学历背景 也有一定的这个执政的这个经验 担任过一个市长 一段时间虽然是不是很大 而且呢他更像这个 班农总统的一个儿子一样的 当年他们在民主党初选的时候 班农总统就对这个Peter有非常好的化学反应 可以说把他视为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看待 但是Peter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同性恋者 在美国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元的一个社会里面 有进步运动的力量 也有保守的力量 一位女性 一位亚裔女性 一位黑人女性 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在这个时候如果选一个 这个 同性恋 这个可能呢会对他们的票选会有这个影响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被淘汰的 其实到了昨天下午还有一点希望 就是凯利 就是亚利桑拉州的联邦参议员 他的这个形象就非常的光芒 又是这个军人 又是这个宇航员 那么非常坚定的勇敢的形象 对现在的移民问题的处理 他表现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种可能性 来对付这个川普经常攻击的民主党的一个缺陷 一个移民的问题 但是他的问题就是有全国的知名度 有这个坚强的这个形象 但是他个人的一些问题呢 后来还是被人追打 包括他的这个前妻 对他的一些这个法律上的追究 那么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 就是说对这个中西部的这个选票 对真正的东北部的这些铁锈区的影响 不是那么大 他是亚利桑拉州 那么后来最受人关注的 就是我们上个星期特别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夏皮罗 宾州的州长 他的优势非常的明显 就是他能够得到这个共和党的一些支持 拉掉共和党的一些反川普的票 也是民主党所追求的一个目标 那么而且呢 他在某很多的政策方面的 罗氏执行的能力非常之强 而且是对这个哈里斯说 他们比较不那么支持 以色列的立场是一个平衡 因为夏皮罗是以色列政策的 强硬政策的一个支持者 但是夏皮罗也有几个缺陷 后来被淘汰 一方面呢 是他在担任州长的时间 还不是那么长 过于的信心 这样的话呢 给人的感觉一个和哈里斯的这种 比较没有太多的执政经验来讲 起不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平衡的作用 当然了 跟这个民主党内部对夏皮罗的攻击 有非常大的关系 在民主党的进步看起来 现在的这个夏皮罗的这种以色列立场 是一个他们不能接受的 还有一个对他下手的信索案的处理 也是一个瑕疵 OK 现在就最终选择了 刚才小元介绍的明年苏州长 沃尔茨先生呢 首先对于中国来讲 刚才小元介绍了 他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一个探头 1989年到香港 这一批支持中国大陆的中学教育的 这些美国教师 到香港发生了六十事件 那有些人就觉得中国不能进去了 然后就打到回火回到美国 但是沃尔茨在那个时候他就决定了 要更需要去了解中国 因为中国在这个急剧的变化中间 可能更需要帮助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选择去了中国 所以他跟中国的这个友情呢 可以说是非常之深 是在现在的美中关系 这种对立 这种恶劣的情况之下 还有这样一个州长 对中国比较友善 也许对于中国来讲 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早一些天 他刚刚见了中国芝加哥的总领事 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很多的州 对中国是抱有很大的敌意 提出了很多的议案 有一些事情是对中国很不友善 那相比之下他是一个比较友善 友善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标情 这是有别于万斯两个人的一个不同点 万斯是代表一个愤怒 一个怨恨 一个这个红脖子 或者是这个被抛弃的 被遗弃的这样一个乡村的背骨 这个万斯不是这样 万斯是一个 沃尔茨 沃尔茨就相当的友善 而且他是从真正的基层里面起来的 真正的草弓阶层 从一个中学老师教社会学 然后他不但是教社会学 而且有很多社会的实际 包括他自己的城镇的经历 也是带着学生去参加这个竞选活动 带学生去参加一下 结果他其中的学生里面 这个钱包上面有这个竞选对手的一个标记 然后他整个团队就不能去参加这个竞选活动 所以他感觉到非常的沮丧 最终他就来参政 那么他也在国民警卫队的陆军服役24年 可以说是基础建设美国的社会治安社会维护系统很坚强的支持者 而且他有联邦的这样一个经验 担任过这个议员 中议员12年 在中议员中间他属于一个比较中间的一个温和派 但是他还是跟这个右翼的组织有很多的联络 甚至是全国强制委员会的一个支持者 但是他后来成为州长之后 他又是强制管制 对很多的进步运动的一个执行者 所以他被认为他的务实精神非常的强 现在民间苏大洲也被认为是包拥性很强 多拥性很强 然后呢有这个进步的这个社会 是一个草工的一个进步人士 这个和川普长期攻击的 说这个进步人士都是这个深层政府 都是精英阶层 所以他们不值得民间疾苦 所以他就推出了一个万思 但是没有想到万思是以愤怒的一个代表 而现在的这个沃尔茨呢是一个温和的这个代表 这就是美国啊 美国实际上层次很多 我们因为如果你不生活在美国 即算是生活在美国 你整天看这个媒体啊 你就会有某种焦虑感 全部都对美国的偏见和简化 其实美国很多的州 哪怕是铁锈区 他们的普通的民众啊 其实都是相当的这个友善 但是媒体吧 因为要报道这个很激动人性的事情 所以总是把美国呢 形象过分的简略化了 总是以为万思就代表了铁锈区的一批人 其实不是的 铁锈区的人民也是跟很多地方的区域一样的 有华人有恶人 但是很多人都是非常的友善 所以外图的这个出现 就是美国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体现 对这个中国或者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从某一个友善和绝对 那么最终能不能成功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从目前看起来 他在命令苏达受欢迎的程度是比较高的 而且呢 他的这个最终被认可呢 对微信康星 对密西根州 都会起到某一种呢 辐射性的一种影响 这也就是一个票数的一个决定 美国这个选择这个副总统 这一次是花了很多的功夫 动用了这个数据库 动用了人工智能 这是我想象的 就是总之呢 经过了这个数据的计算 最终找到了这个沃尔斯 当然我们不知道 因为他还没有真正站在全国的舞台上 过去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他就出现在美国的电视全国的这个网络上 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有利 对川普的支持非常有利 就告诉大家 川普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 我们需要正常的人 正是这样一个闪亮的一个 这个对川普的打击 得到了现在民主党认为 应该把万斯把这个川普定性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但是今天他们才开始呢 他们的进行的形成 因为昨天 贺锦丽已经被正式提名为民主党的2024年的这个总统的这个候选人 今天在应该来讲是正式的这个竞选开始 那么他们最终在竞选中间是赢得状态大选还是最终失败 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 因为形势啊 变化会多端 那么像昨天 纽约 华尔街出现了那么大的一个 崩盘 股市出现那么大的一个崩盘 那么 那么经济问题啊 是民主党被这个共和党攻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利器 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 他们为了怎么应对啊 美国今天的选举 不是一个简单的正与邪的一个战斗 而是一个实力相当的一个竞争 非常好看 非常可以值得大家关注 美国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一个变化中间 是怎么去追求啊 这个国家的 显得出强有力的这个领导人 好感谢和平先生的点评和补充啊 那么关于啊 蒂姆二兹在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啊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那么我们的这个多个频道 包括华尔街电视 或者是今日华尔街 那么关于蒂姆二兹的相应的视频啊 也正在急速制作中啊 欢迎各位在这个点击收看 让我们一起来更加了解这个蒂姆二兹 这个啊出生于中西部 但是比较温和的啊 红博中老年人 这个是和JD万斯 我自己觉得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这个呃被也被不少人认为是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选择 这个话题呢我们也先讨论到 我们今天的刚刚李奇博士已经通知我了 就是今天的思想选举报啊 我们会非常生意的做一个啊 这个他的这个副总统的这样好选人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细的一个视频 会在今日华尔街里面播出来思想选举报 嗯好感谢和平先生这个再次补充 所以各位不要错过啊 接下来的这个思想选举报的内容 请有一点点耐心